接下来这场音乐会也很特别 在北区玉德里内呢 开始了一家专属鹦鹉的寄宿旅馆 老板爱鹦鹉成吃 这一天还特别举办一场 专属鹦鹉厅的音乐会 邀请到室内乐团来演奏 而这些可爱的鹦鹉们 站在乐手的肩膀上 跟着节拍摇摆 还发出和声相当陶醉 业者表示 其实啊 这鹦鹉的发声器官跟乐器很像 在欣赏演奏的过程当中 也会让他们更放松愉悦 优扬乐音响起一旁民众听的陶醉 不过仔细一看 有鹦鹉站在乐手的肩膀上 跟着节拍摇摆 其实这是一场专属鹦鹉的音乐会 因为鹦鹉他们的发声构造 跟乐器共鸣的结构蛮像的 所以他们听到乐器演奏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很像是 乐器在跟他们对话 他们就会觉得很放松 然后心情很愉悦 北区玉德里开设了一家 专属鹦鹉的寄宿旅馆 老板爱鹦鹉承吃 这天甚至还办了一场 专属鹦鹉的音乐会 邀请室内乐团来演奏 看着心爱宠物们陶醉的模样 也让四竹们相当开心 我们家养了三只鹦鹉 然后后来就是在练琴的时候发现 他们有的会跟着节奏会打拍子 然后有一些是 你吹有节奏 他会跟着节奏晃 然后有一只他会唱歌 其实他会呜呜呜呜唱歌 然后就发现他们是喜欢听音乐的 演奏到比较强烈或快速的片段 然后他就摇摆得很激烈这样子 然后比较缓和的时候 他就会变得很缓慢这样子移动 他就是会跟着节拍 然后跟着乐曲的波动 然后来表达 用他的身体来表达他的感受这样子 所以就是觉得还蛮好玩的 四竹表示鹦鹉的智商 约在二到七岁听得懂节拍 也会跟着和声 这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 不但让鹦鹉宝贝们更放松愉悦 无形中也疗愈了人们的身心灵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